好那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說 今年呢在這個位置上面呢 做了哪些星他比較容易會爛桃花進來 好大家好 我們在過年前有錄了影片告訴大家說 那個今年因為 今年因為流年的紅藍會在這邊 天璽會在這邊 好 那因為暗和共的關係這個紅藍會暗和到夫妻宮 所以呢我們在今年很容易會有那一種 你在生活中面認識的朋友 或者是親戚認識的朋友 或工作上認識的夥伴 會讓你好像有一點點 會有小小的火花要出現 再加上今年的夫妻宮每一個流年的夫妻宮會有自情養 你會在情感上面會有一些衝動 有火花有衝動很自然而然呢 今年 可能你努力一點也就會 有感情的機會這部影片播了之後呢 大家反應很熱烈 但是呢有很多朋友私訊我說 果然他那個 在過完年之後啊就有很大的感觸 哎呀好像 身邊的人開始 對他放一點點的小小訊息出版 但這個小小訊息呢 好像啊 都來的人都不太對 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說 實際上呢在你桃花有機會 而且這個桃花是 很隱藏性的桃花的時候 通常也會有第二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有可能來的啊 會是爛桃花 什麼叫爛桃花呢 就是啊 他可能來啊跟你就搞點小曖昧啊 然後 也不是跟很認真 或是他旁邊本來已經就有別人了 他還想要來跟你那個 小小的五四三一下 然後小小的那個放個電啊 這樣子 實際上呢 他根本就沒有打算要跟你在一起 或者是說呢 他只不過就是想要感受一下 這種 感情裡面的那種 粉紅小泡泡 泡泡一戳就 就破掉了 所以他並沒有打算要認真的在一起的 實際上不可否認 朋友圈有軟體性出現的時候 確實會有這樣的狀況 來的人呢 既然他是朋友來的 的桃花 那當然 有沒有可能把朋友之間轉正 那我們要去認清楚說 這樣子來的人啊 會不會問題是比較大的 但是這邊要跟大家講 這是因為今年 今天流年命宮在這邊 然後呢 兄弟宮在這裡 這是代表我們交友的狀況 然後呢 夫妻宮在這裡 那今年會有一顆流年的紅藍跟天繫 坐在這邊 你的命盤上可能是看不到的 你的命盤上可能是看不到的 因為每年流年會流年 紅藍跟天繫 今年在這個位置 所以他會暗河過來給他之後呢 造成我們 今年呢有可能在朋友上面 會有一些曖昧的情緒會出現 那這邊 也可以大家可以參看 我們那個過年前拍的那一部 今年大家的桃花星在那邊 有詳細的解釋 告訴你說怎麼去找出來 但是呢 在這個位置上面呢 這個是流年喔 如果說 你是 你是本命盤上面 本命盤上面 你的胸脯線上面軟洗心的話 那基本上 會不會因此有爛桃花呢 當然應該是說 你跟朋友的往來啊 你對人會有比較多的 一點在交友上異性的魅力 那有了異性的魅力比較多 是不是會有爛桃花 那當然還是要看運線 還是要看運線 那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說 今年呢在這個位置上面呢 做了哪些星 他比較容易爛桃花進來 那我們先想 什麼樣爛桃花 就是啊 他身邊已經有別人 他打算來玩玩的 你自己身邊有別人 你也打算來玩一玩 我們就不討論 我們討論進來那個 不去討論你自己是爛桃花 那今年呢在這個位置上面 先確定一件事情 文昌跟文曲心 有可能在這邊同工 有可能在這邊同工 那如果是文昌跟文曲心 有可能在這邊同工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盤是這個樣子的話 不管他主星做的是什麼 基本上今年都有可能 會有爛桃花進來 那你就必須要 別人在對你事發 那個曖昧的善意 或是放電的時候 你就要先想一下說 什麼證拿出來我看一下 你是不是已婚 或者是說 他是不是 旁邊其實有別人 這是這一組 那如果說你並沒有 同工的蒼曲在這邊 那我們就要看看你的主星是什麼 在這個位置上面 他基本上會有幾個組合 他會有日月同工的 會有這一組 日月同工的 日月同工叫什麼呢 日月同工叫做 今年來的朋友 或是你今年在找的朋友 很可能會有 兩個不同的大區塊 或是 今年剛認識的 今年認識的 很可能是表面上講個樣子 然後私底下講個樣子 那自然而然 當他這邊 當他這邊 如果他還有一顆什麼 天遙 閒時 這樣的心耀的時候 你就需要去擔心了 因為今年而認識你 然後今年認識你之後 馬上對你釋出 我覺得你超正 這個人講的話你就要注意 還有一個組合是什麼 還有一個組合 是機梁 機梁 那機梁這一組 他要不天氣在這邊 要不天梁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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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天梁在這邊的話 那可能還好 他如果沒有碰到蒼曲同工 可能還好 如果是天機在這邊的話 這樣尤其當他的 尤其當你的命盤上面 天機心有劃劑的話 在今年認識的朋友裡面 或者今年才對你開始表達善意的朋友裡面 那他如果對你放出這種異性的魅力的話 那你也需要要注意 你也需要注意 一樣的如果 當他有碰到 本身這裡 你這裡如果本來還有什麼 陀螺心之類的話 你就要自己要注意的 還有一個什麼 同聚 同聚會同工在這個地方 或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 你就要看 如果說 你是同聚同工在這裡的時候 同聚同工在這裡的時候 或是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時候 來的朋友 也要去注意說 如果說 你的 劇門是畫記的 或者是說 你這邊本來就有一顆陀螺心 你是假年生的話 那也要去注意 今年來的 也是有可能 會有一些爛桃花 還有一個是組合是什麼呢 舞灘的 舞灘這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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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好 舞灘這一組 比較是你在放電給人家 舞灘這一組 只要他不是倉取同工的 因為今年無學化技 你對於交朋友上面 你會有比較 務實的考量 即便是有人靠近你 然後他是一個 可能很花心的人 你也會 很認真的去考慮說 我要不要跟著人這麼靠近 紙破跟天象 紙破會跟天象 這邊如果是紙破這邊就是天象 這邊如果是紙破這邊就是天象 那這一組的組合裡面要擔心的是誰 要擔心的是天象 要擔心的是天象 因為天象星是一個規則的破壞 也就是說 天象如果在這邊 而有桃花星 再加上他有煞 從旁邊跑進來的話 那你就要擔心說 這個進來的人 他是不是有要打算要破壞 我們之間朋友的規則 或者是破壞一些 本來你認知的一些規則 那當然他就有可能被演變成 他可能是 他身邊已經有人了 但他還想要靠近你 或者是說他想要打壞 本來你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但是他想要打壞 你們之間這樣子的遊戲規則 那這是 紙破的這一組 還有一組 最後一組 連煞 連煞一樣的 連煞座在這邊 天府在這裡 連煞座在這裡 天府會在這邊 如果是天府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 今年就算安全 你不會有什麼亂七八糟的朋友 而且可以認真的考慮說 把他轉成是負氣功 可是如果是 連真氣煞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就也有可能是 要破壞一些規則 那當然 可能是破壞他原本他的感情規則 那就也要擔心這可能是 爛桃花 可能是爛桃花 但是因為 通常有天府所在 不管同工或對工的人 他對於事情的考量都會有 比較清楚的判斷 比較清楚的判斷 如果你這裡不是有陀螺心 這裡不是有陀螺心 基本上 就還好 基本上就還好 那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那個 如果你是在端午節前認識的 那你至少要觀察到 他到中秋以後 就至少給自己一個半年的時間去觀察這個人 那基本上就可以降低這種 爛桃花的狀態 降低這種爛桃花的狀態 當然 橫刀奪愛才是愛 如果你覺得 這個 雖然他有老婆或雖然他有女朋友 但是呢 老娘我就是愛這個男人 那 今年是不是適合搶呢 今年大家都想要搶 因為有情陽心在 不過呢 你就必須要考慮到說 我們建議那個 已婚的不要 如果是對方只是有女朋友的 那你可以認真觀察一下 你有沒有辦法 他是不是真的那麼愛你 有沒有辦法 這麼 認真的可以搶到他 可以看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大家有教大家怎麼看說 這男人到底愛不愛你 順便預告 我們今年應該會出 愛景片的指揮攻略 謝謝大家